有一个修行的人 一直生病一直生病 后来来在老和尚 老和尚就跟他讲 你没在过吃吧 要吃素 诚心忏悔 而且因为你杀生太多 每天送地藏经 你曾经吃过牛肉很多 所以要念七部地藏经回向给牛 吃过猪肉很多 那你要念七部地藏经回向给猪 你每一种吃过的 你都要为他念七遍 地藏经回向给他 你回去做 做一段时间再来找我 他一听 他也很认真 结果他等他念完 很久时间的地藏经忏悔 突然有一天就一直吐 一直吐 他以为完蛋了 怎么会病越来越重 结果吐到第三天 只剩下白的痰的时候 整个身体就舒服了 业障就消除了 他就很高兴去导老和尚 老和尚说对了 你里面的这些恶业都消除了 但是现在患你阿公在生病了 所以你也应该替你阿公 开始再继续忏悔 送地藏经回向给你八十岁的阿公 你阿公也会好起来 结果老人家不可能诵经了 年轻人替他吃树 送地藏经忏悔 后来一段时间 他的阿公也开始吐 一吐家里很紧张 他说不用紧张 我以前也这样 三天就好了 等他阿公三天吐到白痰的时候 没东西的时候 他和阿公身体就好了 后来老一上就讲了一句话 大家背起来 他说 早一天吃树诵经 早一天得到好处 早一天吃菜念经 早一天得到好处 三天 要 Stuff 吗 早一天得到好处 好处 还老太 好处 老太 比多 Foundation